准备露汁公猪耳朵 各个露汁精品全部取出耳根的 再检查一下还有茂茂没的 如果有的话 先洗一发菜 现在这个天气天天是烧菜也照不住 今天就用这个露汁耳朵做经典川菜红油猪耳 准备一点葱姜切成姜片 葱段 先准备点香料滷一下 大概香药桂皮 葱姜花椒干海椒 阿公点火 要得开干 冷水下入猪耳朵 下入所有香料 今天这个是别的了 就不用糖色和生抽老抽了 再来点料酒去去 再放一点猫猫盐 水开后烧15分钟左右一口了哈 如果煮太好了 口感就不好了 就要保持一点脆度 看天狗死的哈 新年才遇得到脆 时间一到 捞出来放凉备用 搞这个菜到时候要磨快点哈 准备点姜蒜下面调个料子 姜蒜切可可 小米椒切圈圈 加入生抽 鸡精 肥糖一点 藤椒油 香油一点 来点香醋 加入这个菜的灵魂 红油 红油可以多了一点哈 颜色红粮 这样一个碗的料子也就做好了 准备一条黄瓜 切片 然后再切成粗粗的细细 放入盘中打底 把猪耳朵改刀 片成厚厚的薄片 尽量薄一点哈 尽量大片的 摆盘 再浇入红油 再撒入葱花 点缀香菜 这样一份经典凉菜 红油猪送给大家 就这个红油猪 我后几点皮 问你们要过小红鞋 你们后给吗 谢谢大家 来喽 请喽 想上脆猪嘛 这个颜色看得就非常有 失语 就看这个脆猪啊 我怎么不懂啊 我怎么不懂啊 哈哈哈哈 我怎么吃鱼 我刚刚蒸了个这个多包鱼哈 请蒸一个多包鱼哈 咱这个真有吃油 看吗 开圈 有开圈 嗯 没自力 这个猪耳朵做趴的不好吃啊 叫你不脆 就没有吃油的 嗯 这黄瓜丝两个切好细 你看 你看看黄瓜丝 一会儿不喝一会儿 中间 垫底的 就这种炎炎下着 这种凉起啊 八十两盏啊 下半盏这个黄瓜丝 可以颤抖一次啊 非常的清爽 我们这个红油啊 像是不赖哈 吃起来非常的爽口 加油 赖哈 十二盏 多包鱼 嗯 嗯 哼哼哼 整一个哦 哈喽朋友们 今天视频在这儿 如果喜欢我喜欢放弄菜 请观众们 我是他们 我是他们 我命中的登归 拜拜